此国本是沿海国,因为兄弟分家,直接被堵成内陆国。 自近代大航海时代开启后,全球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各国之间的贸易更是国家发展的基础。 因此,海岸线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,那是至关重要的。 很多国家为了海岸线,甚至进行了上百年的战争,如俄罗斯为了波罗的海出海口,跟周围国家打了几百年,伊拉克为了获得在波斯湾更大的出海口,不惜跟伊朗打了八年的两一战争,最后是两败俱伤。 而下面这个国家,本来是沿海国家,但是因为兄弟分家,一个共和国独立后,直接被堵成内陆国,失去全部海岸线。 这个国家就是塞尔维亚和黑山,简称塞黑,塞黑国土面积大概是十万平方公里,也就是相当于韩国的面积, 人口一千多万,是在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后产生的新的联盟国家,由塞尔维亚共和国和黑山共和国组成,在最开始叫做南联盟共和国,在2003年才改名叫做塞尔维亚和黑山。 我们看到塞黑在亚德里亚海,那是有很宽的中海厚的,直接可以的地中海,也就是位于南方的黑山共和国,这里有必要介绍下黑山。 黑山共和国是塞黑的共和国之一,人口只有60多万,主要是黑山族人,而且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公里,位置却很重要。 骑了手塞黑的整个沿海地区,控制出海口。 但是这个黑山在塞黑体制内,一直很憋屈,因为跟老大塞尔维亚相比,自己实在太小,塞黑一千多万人口中,黑山不止占了60多万,因此,在选举以及国家管理层面,黑山就感觉到很吃亏,因此,逐步有了要分家的意思, 因此,想单独独立,对此,虽然塞黑中央不同意,但是也没办法。 此前因为科索沃问题,已经是精疲力竭,无力在应对黑山的分家,于是在2006年,也就是在黑改名后第三年,黑山和塞尔维亚正式分家, 黑山进行独立公投,以微弱的优势获得独立,成为一个独立国家,而黑山这一独立,直接将塞黑的主体部分,塞尔维亚,彻彻底抵徒成了内陆国,塞尔维亚彻底成为内陆国家。 探究历史真相,发现背后故事,对待历史,必须较真,更多精彩。 请关注,还原历史背后真相。